我只是帶你來關心台風的最新動態界人山的位置 就在花蓮富里的羅山村 可以看到在我旁邊的這一整片上市汪洋的地方 它其實本來是一整片的水道 就是因為受到這兩天下雨的影響 而這個水道全部都被雨水給淹掉了 不過這個農民表示說 其實它的家中水道加起來是超過了一公頃的面積 損失相當慘重 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這一片是種稻田 天天晚上就開始下雨 然後這個爛掉可能是還要再重叉了 損失差不多有 這一片的話10萬 其他的地方加起來差不多有30萬了 央苗剛叉下去會爛掉了 其實記者帶來的路上 在路上也有看到很多的水道田都有發生 像是這樣的類似的狀況 而這一次颱風帶來的雨量 恐怕會造成這個央苗的根部爛掉 也會影響到了收成 而颱風其實還有影響到台鐵的行駛 今天7月27號 在花蓮站一共是有93班列車行駛 影響到了北上的乘客大約是6500人 而南下大約是4500人 影響人數超過了上萬人 氣象局也預測說在明天上午之前 花蓮會有持續的藏風作雨 而在山區的民眾還是要盛防超大豪雨 以上是我們會找到的新型時間鏡頭 交換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